这是我见过最令人气愤的总理 冯小刚上节目演讲 惨遭无理大学生的怒断 在开讲了一期节目中 节目组请来冯小刚为青年学生演讲 冯小刚作为中国电影界的知名导演 拍摄了许多经典电影 可是这样的成就 还是逃不过台下青年代表的挑词 一个女青年代表对着平小刚直言 自己并不喜欢她拍摄的1942 看冯岛的1942 我有一些观后感 看完之后我觉得很幸福 最幸福的就是我所有爱的人 我的家人她还活着都在我身边 但是看完你的电影 就群体就社会而言 我觉得是不幸福 还自以为是的做了一个观察结论 还直接问话冯小刚要不要听一听 出于尊重冯小刚说想要听听看 我对您做了一个观察 我不知道您想不想听我的观察结论 想听 我观察您上来的时候 是以双手暴毙的姿势开始演讲的 这表明您有一种 距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在您演讲的时候 具不完全统计 你的双脚互换这种位置 换了有四十次 还不包括你就是挪动轻微脚步 这种小细节 然后您的目光永远没有聚焦 不是在天花板 这是在地板上 我觉得您一开始是怕深 我甚至怀疑你穿这么宽松的 那个运动裤 是为了掩饰你发抖的双腿 这是什么迷惑发言 就不理解 这个青年代表 还露出一副嫌弃的模样 这还不算完 紧接着继续怒对冯小刚 再后来又变成了像主持人一样端庄的双手下垂的姿势 现在你又以一种导演的霸气站在了我的面前 但是冯导我想跟你说 你就是笑 也就是一个笑着的杜月深 你要是不笑 你说这气氛 让我怎么跟你沟通 这一番话直接让冯小刚感到很是无语 冯小刚承认自己紧张 说得好 我呀 我一直处在这么一个紧张的这么一个情绪下 但是这个女青年代表依旧不依不饶 直接指出她目光躲闪 一直飘向左边的席位 左边的席位是一个漂亮姐姐许多 冯小刚赶忙做出解释 我有注意到你的眼神 你有飘向就是左半圈 我觉得具体是落在了许多身上吧 人都是有爱美之心的 你说得特别对 我其实是虚的 真是搞不懂啊 人家总不能一直盯着你看嘛 这样说冯小刚盯着人家看 真的怀疑你是来搞事情的 对此 你怎么看呢